墨菲远台防守 白球回去时蹭到了绿球 运气还不错 只给赵新童留下右边单独的一颗红球 但是拥有变态准的赵公子可不含糊 既然只有一颗可以打 那就准一干 远台低竿成功上手 但这局球的球形可不好打 篮球贴裤黑球被包围 三颗高分彩球只剩下了分球 让我们来看这种球形下 进攻犀利的赵公子 能不能给大家带来惊艳的表现 五 六 十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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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3 19 19 20 20 24 25 25 31 31 3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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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8 32 32 32 33 32 32 32 33 33 32 33 44 46 这真是意外 只能说这是万幸中的不幸吧 如果不是踢到另外的红球 那么赵新桐这杆或许走位不会失败 当然如果不是这颗红球进了 那么赵新桐也无法超分 这情况连莫菲看了也只能是无奈的笑了笑 赵新桐干脆也一不做二不休 把篮球打回到库边 反正莫菲不会认输 给他增加点难度也不错 给他增加点赵新桐 给他增加点灯 谢谢观看 7 8 8 8 1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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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 20 18 20 20 2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